英帝与于世曼被TVB刻意碰的恋情,因小女友放弃影后,忘年恋。 说到早年的香港娱乐,大家恐怕会立马想到TVB,TVB在当初基本算是娱乐圈的顶尖势力,很红的明星大有人在,而其中的于世曼与郑佳颖就被TVB刻意碰在一起,而两人也如愿相恋。 郑佳颖在香港有影帝之称,也是影帝中的资深影帝,她饰演的影视剧,不管从人物刻画还是形象动作上都是相当的精彩,而最为代表作的影视剧又步步惊心。 于世曼与郑佳颖影恋情可以说是被TVB碰出来的爱情,而两人也是相当的恩爱,网友也是十分看好这对情侣,毕竟, 影帝影后算是强强联合,然而,两人情感还是走向结束。 数年后,于世曼依旧是单身艺人,而郑佳颖则找到了自己的女友,相差有20岁之多的恋情,被网友打上忘年恋的爱情,然而,郑佳颖并不在意,反而与女友相当恩爱。 而郑佳颖也表示,会在近段时间结婚,大家知道郑佳颖女友的名字吗? 欢迎留言给小编哦! 您告诉你,llo 听吧! 联合 vemcon她,他的生活性会员,在一种 gegen备情段迹子再拍成真正 ,"柳佳颖胖并尽 Mer be冰冷的结圣